我们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四大宝法王 喀玛巴 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 我们敬礼谈承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药师流离光如来 以及所有的诸尊 建属 空行 师母 担真教授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驻瑞典兼挪威代表 廖东周大师夫人 吉佑迪师姐 中央研究院院士 朱石仪教授 康丽 朱石仪教授 朱月�� 中委会会计司 特丽莎师姐 朱月丰 中委会 法律顾问 周费芳 律师 曾國中中委會會計師 特麗莎師姐 曾國中中委會法律顧問 周費芳律師 周恆醫師 莊俊耀醫師 中天電視臺 給你點上新登節目製作人 西亞齊師姐 澳洲太平神士 梁敏豪先生 坑立 加州 高敏錄師兄 坑立 曾國中中委會法律顧問 黃葉琴律師 卡尼佛尼亞 三小孩 巴基 viol 巴基尼聖波羅 ILLIVERSITY профессdle 陳忠潔博士 陈瑞莲醫師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是做這個 要是如來的同修 那麼今天有很多的人 從很遠的地方來 在很多國家很遠的地方 今天是很高興看到大家 尤其 這個整個虛空之中 都有很多的波月光 是很高興的 整個虛空之中 降加很多的波月光 是很高興 阿彌陀佛如來 這個試驗 是同樣的 同樣的很偉大的試驗 那他也是一樣的 像我們常常在念 這個 這個 見佛了生所 了生死 就是如佛 如佛度一切 他也像佛 我本身 我本身就是一切的眾生 都度的 那我知道 那我知道 那我知道有一件事情 是這樣子的 那我知道有一件事情 是這樣子的 以前呢 有兩次 第一次 是我這個 身體 隕居的時候 身體很不好 那整個頭都 好像裂開一樣 我稱為這個叫做 裂腦症 裂腦症 我差不多那時候 一穿鞋子就 低下頭來 一穿鞋子 就好像要走了 那一次呢 就去繞佛 繞佛 我一想 繞佛 那麼 我知道的 像佛國 就是像 美南強 也是一個佛教 很多的 我們中途佛教 很盛行的地方 那個 日本 也像 這個 四國 或者是 京都 都有 很多的 靈場 他們 寺廟 就稱為 靈場 那個 像在 空海大師 他在 四國 就有 八十八靈場 八十八靈場 是 八十八個寺廟 單單 四國 這個島 他有 八十八靈場 然後 在 哥里亞 我沒有去過 哥里亞 哥里亞 也是佛教的 國家 因為佛教本身 它是從 印度 到了 東南亞 那麼 到了 這個 西藏 到了 中土 到了 韓國 然後 到日本 那我就 想要挑選一個 我沒有去過的地方 去繞那裡的塔 我就 去了韓國 韓國在 繞塔的其中 病非常的重 終於繞到一個 要是流利光如來的 很大的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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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韓國比較沒有密宗 密宗比較少 像 日本 就有 空海大師 回來的 起回來 從西安 回來的 這個 中土的密教 到了 日本 就變成 東密 這是 日本的 密教 另外 還有 在日本 還有 台密 就是 最曾 取回來的 這個 五台山的密宗 天台 五台山的密宗 還是 天台山的密宗 天台山的密宗 所以稱為 台密 台密 東密 在日本都有 韓國沒有 韓國盛行禪宗 他那邊有兩個宗 很大 一個是 潮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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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洞的潮洞 另外 潮洞的 靈紀宗 靈紀宗 在韓國非常的盛行 那我到了 那地方去 就禮拜了 這個 藥師流利光主來 禮拜完了 回城的時候 我真正就看到 藥師流利光主來 我跟大家講我的看見 是這樣子 好像眼睛閉起來 不是眼睛打開 我是眼睛閉起來 然後我的眼睛的周圍 就有很多的閃光 那個 不是眼睛閃光 不是我的眼睛閃光 是那一種圓圈的 一種一絲一絲的 那個棉絮那樣子的光 一直在閃動 一直在閃 我就知道 我可以看到佛菩薩 我看到佛菩薩出現 都是這樣子的 周圍很多的閃光 然後中間 白色的銀 白色的圈圈的一個圓圈 一個圓圈 我就看到藥師流利光主來 還有看到我剛才念的 藥王菩薩 藥上菩薩 日光偏照菩薩 夜光偏照菩薩 還有十二要叉神將 我全部看到 而且他們放光加持我 我那時候就想 哎呀我的病一定會好 後來 真的這個病就好 這個麻煩就好 第二次也是很嚴重的 就是腳腫起來 我現在老人家已經忘掉 到底是要右腳腫起來 還是左腳腫起來 左腳還是右腳 師母記得嗎 你也忘掉 現在兩隻腳因為一樣 他沒有什麼特徵性 沒有說哪還是叫腫起來 他留下劑啊 沒有啊 我忘掉是左右 到底是左腳還是右腳腫起來 就是有一隻腳腫起來 而且腫得很大 醫生診斷是 轰窩性阻止眼 西進一直往上走 腳就一直走 那時候當然也靠了醫生 鄭孫隆醫生 鄭孫隆醫生幫我 他是我的主治醫生 台灣中山醫院 的這個主治醫生 鄭孫隆醫生 他幫我 另外還有很多科 很多像那個腎臟科的啦 像心臟科的啦 這個腫瘤科的啦 還有這個 最主要的科就是 那是什麼科我倒 最重要的那一科 既然忘掉 蛤 好 感染科 感染科的 八個醫生會診 認為說 要用最強的抗生素去指 那個抗生素 那個抗生素就叫 Tiger Tiger 的那個抗生素 Tiger抗生素 這個 那個 抗生素 日語叫做什麼 我會忘掉 日本話很少用到 我會忘掉這個日語叫做什麼 那 那 這 一定要用最強的 然後 也有人 特別為了這個事情 我的這個 腳的事情 去到 去到 格里亞 然後 去到 那個 格里亞那地方 叫做 巴公山 巴公山 的地方 去求那個 鑰匙琉璃光主來 有人幫我去求這個 鑰匙琉璃光主來 那 求賴以後呢 我的腳 經過這個 醫生的 整治 終於 他慢慢的消退 一直消退 就好了 那這個 要是 這個鑰匙琉璃 也切實出現 那幫助我 我還親眼看到 須引老而善 我得到這個 這個 轟窩性主持人 腳整支 腫起來的時候 腫的跟 那個 叫什麼 總之 沒辦法比 腳腫的這麼粗 那整個都 全部都是發炎的 就是細菌進去 那麽用了 那麽用了 胎兒的 抗生素 再加上 佛菩薩的加持 我 躺在床上的時候 看見 新老上 站在銀端上面 站在銀端上面 他伸手 他的手從 穿過那個銀 一直摸到我的頭 你看他的手 都長 那西空中 站在西空的銀上 一隻手一直下來 一直 虚映老和尚 一直到我的頂上 這樣摸著我的頭 哇 看得非常清楚 感應連連了 後來腳真的 完全都好 這個人去求 要是流利光如來 還有奇蹟出現 剛好那個 那個布爾 他跪下來 禮拜的時候 天上有一隻鳥 飛下來 像在要是流利光如來的手上 他就在這個手上 等禮拜完的時候 這隻鳥才飛上去 又飛走了 有那樣子的這個感應的事情 所以我被要是流利光如來 就回兩次 就回來兩次 但是希望不要有第三次 人生啊就是這樣子的 這個有一次 有兩次 有第三次 大概 過了第三次 過了第三次就沒命 還好 要是流利光如來幫我 所以我很感謝 那今天我們同修 那今天我們同修 要是流利光如來的時候 哇 哇 哇 要是佛跟他所有一切的見屬 全部下降 謝謝 加持我們大眾 加持我們大眾 那麼要是流利光如來有很多的試驗 他這個試驗 他這個試驗 很了不起的試驗 他有十二個大宴 十二個大宴的 他的見屬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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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十二大宴 他的十二大宴 至他身 光明直勝之焰 除了他自己以外 其他的人的 身中的光明 都會很直勝 這是第一個焰 第二個焰是 微得微微 開曉眾生之焰 他也在度眾生 開曉 就是眾生 就在度眾生 使眾生飽滿所欲 而無法曉之焰 也就是說 眾生的焰望 他都能夠給 第四個焰望 使一切眾生 安立大聖之焰 安立大聖之焰 每一個眾生 不是修小聖 而是修大聖 就是大家都能夠 廣度眾生 而不是自修而異 使一切眾生 行 凡行聚 三聚戒之焰 什麼叫做凡行 大凡天的凡 大凡天 大凡天的凡的意思 凡的意思 凡行 什麼叫做凡行 就是清淨的行為 清淨的行為 就是凡行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事無量心的行為 叫做慈 悲 喜 捨 事無量的行為 都稱為凡行 大家要記住 有人問你 你學佛 你修什麼凡行呢 那就是慈悲喜捨 慈 是慈 用慈 仁慈 去對待 有很大功德的人 用悲 去拔除眾生的痛苦 用歡喜精進的心 永恆的去做 就是喜 什麼是捨呢 不管你喜歡的人 不喜歡的人 不管是有行的人 無行的人 不管是人非人 你都用平等心 去救度他們 不管你喜歡的 或是你討厭的 你甚至於非常厭惡的人 你都要平等心 去救度他們 這個捨字 非常重要 捨 捨掉這個捨 平等心的去對待眾生 沒有分別 不能夠有敵人 甚至要愛你的敵人 叫做平等舍 佛教也是這樣子教我們 佛慈悲喜捨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不能說 如果我看到很厭惡的人 我就詛咒他 或者害他 或者是傷害他 不絕對不可以 不能夠可出惡言 惡言你就犯了可厭 你意念去恨他 你就犯了意的罪惡 意念的罪惡 你用肢體去傷害他 你就犯了身的罪惡 身體的罪惡 所以對敵人甚至於要捨 平等對此 這一點 要跟這個所有同盟 要大家要尊重 為什麼呢 因為我講了一個笑話 那個笑話就是講說 你如果去恨人家 你已經在悲這個業了 恨的業了 所以一定要平等愛眾生 所以耶穌也講過啊 祂是個孤魯 我們那邊也供著一個耶穌的像 耶穌的像在那邊 祂是我的孤魯 我以前是基督教的時候 他也講了一句話 要愛你的敵人 其實佛陀也是幾樣 你看這個佛 要是六立光佛 也一樣要凡行 凡行就是慈悲喜捨 用慈去對待有功德的人 用悲去對待正在悲慘受苦的人 用喜精進的去做這些事情 用慈平等對待所有的眾生 跟非眾生 一樣平等對待 這是佛教的精神 這是凡行 死一切第六 死一切不拒責諸根 完祭之冤 這個要使劉立光如來 他能夠救我 我本來這個腳啊 只愛不好就要鋸掉 因為他細靜往上走的時候 醫生認為如果抗生素無效 就一定要鋸腳 要保住這個生命 救腳就要鋸掉 那就是五根不鋸 你身體五根不鋸啊 是很悲慘的一件事情 那麼 要是六立光如來 他會保護這些不拒責 讓他諸根玩具之冤 第七 除一切眾生的病 令身心安樂 正得無上菩提之冤 第八 他可以 你去幫 你去求 他可以轉你成男 他能夠讓 你生生男生 也可以讓 本來是 一看 S光一照 是你生 生出來的時候 因為你求的 要是六立光如來 生出來是男生 他有弟子 台灣的弟子 他S光照的 全部都是你生 一出生 一出生 就是男生 生出來是男生 就有這種現象 然後 使 諸有情 解脫 天謀外道的 殘腹 天謀外道在殘住你的時候 他能夠幫你解除 要是六立光如來 邪思 惡見仇靈 隱色正見之焰 他能夠引導你走到正當的道路上 使眾生解脫 惡王 結結等 恆難之焰 一般來講 所有 什麼叫做恆難 車貨也是恆難之意 車貨也是恆難之意 在水 地震把你壓死了 水災 你到海裡 這個水把你淹死 被火燒死 被轟災 像美國有這個龍檢轟 轟災 你得到了轟災 地水火燒 地震 還有很多的車貨 都是可以避開 你修這一尊可以避開 常常念他的名字 跟他相應的 一定可以避這些災難 一定可以避這些災難 然後第十一呢 可以使飢餓的人 飢渴的眾生 得到好的食物 得到好的食物 第十二 第十二 是平滑無衣服的 得到妙衣之願 你沒有衣服的 可以得到很好的衣服 那麼他本身來講 那麼他本身來講 這第七個是 除一切眾生的重病 這一點很重要 尤其我們年紀大的 就知道 以前年紀大的 以為年輕了 我那時候我可出狂言 什麼回事 你如果聽到我咳嗽一聲 我年輕的時候 差不多三十幾歲吧 四十歲也有了 我講一句話 如果你聽到我咳嗽一聲 你來我這裡領五百塊美金 你如果聽到我打噴嚏一聲 你可以到我這裡來領一千塊錢 我那時候有發這 好像也有在法座上講過 有 有沒有 現在不敢講 現在不敢講 你年紀大了 我媽媽常常跟我講 我說 那時候跟我媽媽講 媽 你為什麼走路那麼慢 我在爬山很快啊 我在爬彩虹山啊 他就是 我走到很遠的地方回首一看 我媽媽還在山腳 我說你怎麼不趕快上來 我媽媽走到我身邊的時候 跟我講一句話 你老了就知道 現在已經知道了 現在差不多已經知道了 人不能夠 口出狂言 以為自己年輕 就很了不起 有佛菩薩保佑 又自己又邪佛 又得到這個 瑤士金母的 特殊的恩從 有恩典 我一定是不會有病的 結果 結果你看 還不是有兩次這樣大的病 這麼大的這個毛病出來 不過現在呢 已經 台灣稅是75 那不管是台灣稅 總之我已經超過73歲 對不對 73歲了 那麼 那個鬼伯呢 跟我講73歲 我不一定會死 而且講了那麼多年 講了那個 多少年 春飛 他講了差不多多少年 講我73歲會死 多少年 啊 十年 至少十年 最少他講我 十年 他都不告訴我 但是他不告訴我 我反而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如果早十年前 他就告訴我 你73歲就會死 我從那時候就開始擔心了 每天打到要死去 他最近 最近 最近這兩年 才告訴我 這兩三年 他才告訴我 說 已經講了十年 師尊 73歲會死 我今天仍然要跟他 露雷咪 露雷咪 不准 每一次他講人家幾歲會死的 都不准 這幾歲會死 這裡有兩位 現在在場的有兩位 這是張哲的爸爸跟媽媽 在嗎 張哲的媽媽跟爸爸在這裡 他講張哲的爸爸 說幾歲會死 說幾歲會死 有講過嗎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歲會死 那你現在幾歲 蛤 幾歲 五十七 五十七 欸 盧蘇貞跟你保證 你不會死 他也講過張哲幾歲會死 他講過幾歲會死 二十九 二十九 他還要講二十五吧 二十九 有一年幾乎完全沒有出門 二十五歲 張哲二十五歲 一直在家裡 從來沒有出過門 為什麼從來沒有出過門 因為鬼伯跟他講 你二十五歲會死 有災難 所以張哲就一直都 一年沒有出過門 你知道嗎 張哲一年沒有出過門 又講人家那個二十九 二十九歲會死 我跟你保證 他不會死 我也教他們 要怎麼樣子避免那個 人家講你這個 你心裡當然會受影響 所以我教他們方法 教他們方法 我教你一個法 你這樣子做 你就會脫離那個災難 如果他講的是真的 不過也不要信 為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做 我就是不死 我不能講不死 時間到了還是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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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時間到 我也無所謂 對 因為那是時辰已到 那你就走了 你什麼時候會走 我也知道 但是我從來不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坦然面對嘛 每一個人都要走的 不是找走就是玩走 不是像那個大媽講的這個笑話 人生啊 人生啊 就如同打電話 不是你先掛就是我先掛 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那有什麼了不起 當然不要最好不要一年早逝 像那個張哲的爸爸 我五十幾歲 我五十幾歲啊 非常強壯的 我五十幾歲很強壯的 身體很強壯的 我到現在啊 七十五歲啊 身體很強壯的 對呀七十五歲 都身體那麼強壯 你說我七十三歲會死 他講的喔 還有講那個澳洲 炎池堂的 人家已經多活了四年五年了啦 都拆破你的假鬼 對不對 炎池堂他也講人家 那個夫婦明年都會死 結果人家多活了三年四年 真的這個鬼伯老喜歡講人家會死 他就從恐嚇取財 你恐嚇我恐嚇你 你一定要求哇 我要燒附魔啊 要解除啊 要怎麼樣子 解除我的災難啊 他就從中撈錢 你說這種人可惡不可惡 但是還要同情他耶 還要慈悲他耶 還要平等舌耶 還要去愛他耶 你看誰忍得住啊 我實在是忍不住了 忍不住也要忍啊 還要求求老天爺 這個要神的雷光如來 保佑他身體健康 身心安樂 能夠回頭事案 好好走一個政法 對不對 修個政法嘛 你不要老是這樣子喔 你得到的政法不得了的 真的 你能夠進入非向三昧地 真正能夠跟佛平等齒 在一起跟佛 顯現諸佛的這一種力量出來 一定可以的 你只要修了正法 不只是耶穌所講的永生 當然也是永生啊 永生恆在 任意 任运 這個去度化眾生 自在任运的去度化眾生 你看多好 那個財有什麼用啊 財沒有用的 我上個禮拜講了 人在天堂 錢在銀行 老伯在別人的胸膛 兄弟在爭財產 立法委員喜智傑跟我這樣子講 這是最悲慘的 我說no 不對 是最幸福的 只要人在天堂 其他的通通不用管 其他那些什麼錢啊 你到現在還在榨財嗎 對不對 鬼伯如果到現在還在榨財 就是還沒有懺悔 不要去榨財 不要去跟人家要錢 你走上正法的道路 好好的修持 一定會成就 哇幾點啊 快十點了 我今天講會觀 道果 我講會觀 這個錢行 這裡所講的會觀 是屬於 我跟靈魂本身的灌頂 跟靈魂的灌頂 這裡所講的 有時候不是對人的 師尊是這樣子度眾生 我告訴你 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所講的話 我度眾生 度這些非人 什麼叫非人 靈魂也是非人的一種 他不是人 是鬼 如何度他們 或者是說 他的靈魂你如何度 像我度我父親 我父親是歸於我的弟子 我度我父親 但是他完全沒有修行 他的一個 一個無名 很大的一個無名 這是人 最大的無名 是什麼 他說 人死了 什麼都沒有了 不會有靈魂 沒有業 沒有善業 惡業 沒有靈魂 死了 就什麼都沒有了 就沒有一切 什麼都沒有了 這是最大的無名 一般人都是這樣子想 有很多人想說 我死了就什麼都沒有 不會有靈魂 不會有下意識 或者再轉世 或怎麼樣子 這個六道輪迴 不會有 他一直都是抱持這種觀念 他也沒有修行 但是他有皈依 就有皈依的灌頂的這個傳承 神 我把我的心 打開 畫為一朵蓮花 然後召請我的父親 從頂竅 從頂竅 進到我的中脈 進到我的心中 靈花裡面 我跟我的父親 靈魂 合而為一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我將 將我自己 進到本尊的 心中 進到本尊的心中 我就把我父親 留在本尊的心中 我自己 又回到人間來 這樣 就把我父親 給超度了 我是用這個方法超度的 所以真正的在超度 這個靈魂 是讓我自己 心胸打開 我要超度你 你進到我的心中 我跟靈魂 進到本尊的心中 然後 他留在本尊的心中 就到達佛國淨土 我自己再回來 我用這個方法超度 自己的親人 我是用這個方法超度 不然 我就是請本尊 來接引他走 也有另外一個方法 是這樣子做的 我告訴你 密勒斯巴 他在度他的母親的時候 是用師尊的這個方法 他在度 他在度化他自己的母親 叫做白妝顏女 白妝顏女 密勒斯巴度他的母親 他是用自己 招請白妝顏母 自己的母親 進入他自己的心中 然後他進到虛空之中 以馬爾巴本身的傳承之力 進到佛國淨土 進到佛國淨土 再把母親放在佛國淨土 他自己再回來 他是這樣子做 我們談會慣 隨念 隨念密選寄生之上師 這是一樣的 他的前行 一定要意念自己的上師 意念自己的上師 隨念死则道 隨念死则道 隨念他的見屬 上師跟你本尊的見屬 死则道 就是見屬 隨念寄生見 一意隨念中 必於一座間 念死则道 就是在修這個 要靈魂的時候 在修的時候 要一念之間 念死则道 死则道就是見屬 見屬 上師 本尊 覆法 覆法 也就是本尊的見屬 都稱為死则道 他的正行呢 忠有之神士 也就是靈魂的神士 尋求無所持 無所持呢 即以同時日生之七部位原始 如果出現了 如果出現了恐怖的現象 如果出現了恐怖的現象 七種恐怖的現象 像聽到 像聽到怒吼啦 呼呼呼的吹 像龍簡轟啦 大地震動啦 大地整個震動啦 這個水淹過來啦 這個火燒你呀 靈魂遇到這些現象的時候 不未原始 以其無所持 無所持 五個持 像持咒 像持咒 你能夠持咒 持上師的名字 持覆法的名字 持覆法的咒 持覆法 持本尊的咒 都是可以的 佛現如珍珠 立白之菩提心 或者是你能夠在靈魂的時候 你保持著你心的光明 足以心的光明 保住之 像珍珠立白之菩提心 其以正大樂之成壞一致 終有現象 其實就是靈魂現象啦 之外無其他結身相细而提升中氣 什麼叫做中氣 就是往生佛國 佛就是你的中氣 往生淨土就是你的中氣 你自己成就為佛就是你的中氣 或成就慈明 什麼叫做慈明 你慈咒產生的光明 叫做慈明 以言起為隱重 你的陰言 你的陰言 記住你本身的陰言 你的陰言 記住你本身的陰言 言起為重 這是慈慈 這是慈慈 這裡特別不一樣的 其以正俱生大樂之成壞一致 這一季特別重要 那就是屬於慈慈慈 應該在這一季 你如果跟死者 空行母就是死者 我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我經常會問一個人 你有沒有得到空行母給你的受祭 你有沒有得到受祭 我經常會問這一句話 你如果得到空行母的受祭 你就會變成 一記 寄生大樂之成壞一致 你如果得到空行母的受祭 跟世尊 你說我要講一個夢給世尊聽 世尊一聽到就知道 你已經得到空行母的受祭 像這一次有一個Australia 就在Sherry的同門 是三億雷仗士 那個住持 聯醫上師的兒子 在Australia 在Sherry 他是西醫跟中醫 他是醫生 他得到空行母的受祭 我是講說 你已經得到空行母的受祭 回去以後你好好的修 而且你證明你自己來以後 你要廣度眾生 前幾天才回去而已 有一個同門 有一個同門得到空行母的受祭 好 這個受祭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們當中如果有這個空行母的受祭的 已經給你們受祭的 你要記住這個時候 從 從記住那個受祭那一點 從記住空行母的受祭 意念那個受祭 你就能夠提升你的忠祭 或者得到保持你的光明顯現 以延啟為因眾 這個空行母的受祭就是延啟 你這樣了解了嗎 你們得到空行母受祭的幾首 有膽你就幾首 確實得到空行母受祭啊 空行母在虛空之中 進入你的身體裡面 而且給你受祭 我知道這裡面有的 有空行母給他受祭的 我們在座的就有人 空行母給他受祭的 你沒有膽疾首嗎 你看見空行母從虛空下降 然後跟你合一 然後跟你受祭 你的臉上顯現成為空行母的 有沒有這種人 有人舉手 那是空行母給他受祭 三樁喔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 很好 這就是 就是受祭 而且那個時候 你會顯現他的樣子喔 三樁在虛空中 那時候我都不懂是三樁 後來我就是給你 是誰 我都不知道 中間是好像 你要意念這個 當你變成靈魂的時候 你意念這個就可以提升 而且身上產生光明 一定要意念 這個是延起 就是空行母受祭的延起 還有沒有 有沒有人舉手 沒膽 沒膽啊 沒膽啊 他得過空行母受祭的 對 沒錯 他講英文的 他是講英文的嗎 他講英文的 對對 他得過空行母受祭 問你 要… 要不可以說話嗎 要不可以說話嗎 I am going to try to explain what I see I saw a light coming and the light came and when I saw the light it was a polar light big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as very happy I was very happy you cannot express how happy you are so I just stayed sit down and the light came through my ground and it came in and it was night time I was in my bedroom and the light came and my body the light came and it came inside me and it ran to my body to my legs and everywhere and the whole room was light I have a lot of light for three days and it was very beautiful I didn't know how to think I didn't know what to say I was just very very happy and it was very beautiful and I did pray a lot I had to learn how to pray in Chinese I am I am very grateful for Grand Master and I do appreciate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all the things that he does for us to be a better person I appreciate Grand Master Luke Thank you so much 他是德國授記的 他是 我在台灣也有一個 台灣 在台灣的時候 也有一個德國授記 非常好 這個都是有 那你就是要 在那個時候 他就講 氣正 聚聲大樂之 成壞一字 他這個 你必須要 以延啟為隱重 那就是一個延啟 你意念那個授記 那個時候 你就可以提升中氣 成就持民 我們持民 我們持民就稱為持民先 保持著光明 這種先人 叫做持民先 持民先人 就在密教裡面有的 你只要意念 意念你那個被授記那個時候 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 一坐見念 使則道 隨念 使則道 就是在隨念 見屬 空行物 他的見屬 空行物 像 誰給你授記 你可以 像虛音老上 身所 摸我的頂 像 十二要差 神將 像要師如來 像阿彌陀佛 你都可以 意念這個 意念這個時候 你自然 身上就有光明 這一點很重要 跟大家講 你不能夠意念這個 你不能夠意念這個 一個男人打麻將 手氣非常不好 老婆打手機 用手機摳他 他的手機就 手機就好起來 他很晚回家呢 老婆又吵 又鬧 又甩東西 這個男人 就煩得很 就罵 這個老婆 是厚水 女人說 你們男人 總罵 男女人 是厚水 為什麼 你們還要騎女人 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就講 你沒有聽說過 因獲得福嗎 小明對媽媽講 我是前班力氣最大的 媽媽說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小明就回答 今天公佈考試成績 老師說 我一個人 就拖垮了前班同學 他的力氣 其實 他考試成績最大 所以把前班的成績 全部拖下來 所以他講 說他力氣最大 這裏有一個笑話 找對象 就像找廁所 怎麼會這樣子講呢 這裏有一個理由 你進到公共廁所裡面 打開廁所的門 花捷 裡面有鋪 那廁所 很髒 上面有鋪 有一點鋪 沒有擦乾淨 你就找到第二間 花捷裡面沒有衛生紙 你就走到第三間 你就走到第三間 第三間呢 花捷裡面放 既然 不是廁所 放的全部是個工具 當你要回頭 要找第一間 跟第二間的時候啊 都已經有人進去了 所以你找不到對象 所以啊 不要太挑 有鋪的也可以 或者是說有衛生紙 沒有衛生紙的也可以 沒有衛生紙的你怎麼辦啊 但是也可以啊 所以不要嫌 不要嫌人家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都不錯啦 其實都好 這樣才找到對象 老師問小明 你為什麼又在考試的時候作弊 小明就繞繞他的頭說 那老師 你說我要在什麼時候作弊 老師回答 給我滾出去 通過掌紋 可以知道你的女朋友的性格 如果他的掌紋經常出現在你的臉上 說明他的性格 說明他的性格非常的爆炸 說明他的性格非常的爆炸 很好笑 很好笑 有一個禪師呢 有一個禪師呢 端坐 法座上面 每日常常打坐 每日常常打坐 空以無阻 揚牧者問禪師 為何每日能夠端坐四個小時 可有什麼妙覺 可有什麼妙覺 禪師淡然地說 前兩個小時呢 是磨練自己的心境 洗脫自己的凡塵 這幾話倒是很好的 仰慕者講 那後面兩個時辰呢 禪師講說 坐了兩個小時 腳已經很麻 站不起來 不管怎麼樣子 按照 以前師父所教的 我們每天都要禪定 我們修行的人 一定要寫入三昧地 一定要禪定 但是你這個禪定的時候 你剛剛開始 你腳會痛 你要調整你的姿勢 也就是說 拿你酸麻 你要調整你自己的姿勢 一直調到哪一個姿勢最適合你 而且不酸麻為止 或者你腳如果酸 或者是麻 或者是不能痛 通通通通通絕對入不了三昧地 三昧地的 你一定要讓你自己的腳 不要麻 不要酸 也不要痛 要調整你 你屬於你自己的姿勢 就是 這樣子慢慢下來 你就能夠 這個是第一個 入三昧地的基礎 剛剛 禪到那個禪食 也不能夠做兩個小時 讓你站不起來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歐瑪麗賓奮 謝謝